艾莉家的宝宝椅不知道怎么被拆掉了 底座上面裸露着生锈的钉子 这要是伤到熊可怎么办 扁扁小朋友想了想 不行,不能放着不管 奶妈这会儿在忙 艾莉和妈妈在睡觉 我得担负起这个园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扁扁开始努力的拔钉子 用嘴巴咬,用手去抠 咦,好像能抠动 扁扁继续拔钉子 别看我嘴巴尖 但个钳子是没问题的 我可是可爱的小钳子 扁扁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哇,它要成功了 底座都被拔出来了 再加把劲就成功了 为了防止它掉下去 扁扁用手卡着下面 不让底座掉下去 它可太聪明了 底座被拔出来了 扁扁真是个好宝宝 聪明的扁扁坐在干净的木墩子上 挽起了麻袋 奶爸来了 喊扁扁回家 扁扁乖乖地跟着奶爸跑了起来 太可爱了 我会在家里扁扁扁而去 万家里指定 这样子来扁扁回家 气快乐 这么快就这么快 感谢观看